給我3分鐘,你也可以成為保險專家 歡迎來到法王的3分鐘保險教室 那麼在前幾集的大保法王說好險當中呢 我們提到了平准保費的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人獸保險的保險費付超過一年以上的話 保單就會產生現金價值 那就有粉絲私訊給法王說 可不可以多解說一下現金價值到底是什麼 好法王這集呢就特別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什麼叫做現金價值 那麼首先呢法王想要跟各位說的是 保費其實對應的就是風險 所以說如果說風險越高的話你繳的保費就越多 風險低的話你繳的保費就越低 那麼在人獸保險裡面呢 保險公司所承擔的被保險移轉過來的風險叫做死亡 所以說人年紀越大死亡風險一定是越高 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呢 保險費一定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慢慢增加的 所以就像我們圖中的藍色曲線一樣 保費隨著年齡的增長一定會慢慢增加 橫軸就是人的年齡 縱軸就是保險費 保費呈現上升曲線的趨勢 這個情形叫做自然保費 但是呢人如果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的工作能力會下降 尤其65歲退休到85歲這段時間呢 根本就沒有工作能力 所以收入會減少 但是收入會減少 卻要繳很高很高的保費 可能導致被保險他就會 無力負擔這筆保險費 因此呢他就乾脆讓保險契約失效 因為他繳不勤 為了避免這種情形呢 保險公司就設計了另外一種制度 叫做平准保費的制度 什麼叫平准保費 就是說你年輕的時候呢 多繳一點 為了你老年的時候的保險費來做預備 那麼這樣子的話就可以 每一期每一期的繳費金額通通是一樣 也就是說你從20歲到80歲 你每一期的繳費金額都一樣 20歲的時候多繳的保險費 事實上就是補80歲的時候 所少繳的保險費 因此呢所設計出來的平准保費 就會像橘色的那條水平線一樣 這個就叫做平准保費了 所以說年輕的時候多繳的保費呢 就會變成是平准保費這條水平線 和自然保費這條上升曲線交叉點 左邊的紅色的那塊區塊 也就是你所多繳的保費 這個區塊的保費就是所謂的 保單的現金價值 那因為這筆保費是你預先存在保險公司那邊的 性質呢有點像存款 所以保險公司對於你預繳的保費 所產生的現金價值的部分 都會給予你一筆預定的利息 這也就是為什麼人家常常說 喔 人壽保險它有儲蓄的功能 原因就是在這裡了 這樣子你聽懂了嗎 好 我們的三分鐘保險教室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